台湾的披萨市场最近竞争激烈 占全台湾大约16% 面粉市场的老字号面粉龙头 最近也投入了披萨业 主打的是纯正义式披萨 在融合台湾味 甚至还推出甜口味的披萨 月营业额是可以标高到200万元 而知名的小鸡连锁店呢 最近也推出了披萨菜单 台湾的披萨大战正要开打 热餐这个披萨出炉咯 怎么不太一样 瞧这道加了台湾热炒最爱的 三星葱 蒜 辣椒 以及台湾味的丁香鱼 乌拉蜜 道地台湾混合意识的披萨出炉了 还有还有这道淋上热腾腾巧克力酱 撒满榛果的甜披萨 各种新口味正式抢进台湾披萨市场 这间口味特殊的披萨店 背后金主居然就是台湾的面粉业 龙头老大 就是看准台湾人爱吃披萨 市场业产值高达51 未来台湾的披萨市场 一定是蓬勃的发展 特别是在近五年之内 我相信会越来越激烈越竞争 不只是老字号的面粉厂 要进军的披萨生意 连传统的烤鸡链锁店 现在也推出披萨菜单 主打个人分量的小披萨来试水温 烤鸡链锁店多元化经营 希望能够站稳先机 各个产业全都要分一杯羹 传统的两大披萨龙头没再怕 不远而通 先后推出在马路上 盲测试吃 11月 披萨哈率先在街头 免费试吃新口味 紧接着 今年对手打美乐 12月也要推 免费的街头试吃活动 大手笔1000片披萨 街头放送 两边都强调采用 起司机王 帕马森起司 砸中马来强势 卖烤鸡的 卖面粉的 全都跨领域来卖披萨 竞争可激烈了 口味品牌大对决 台湾的披萨大战 正要开始 中天新闻 林鑫的陈建雄 台北采访不了